大家好我是阿天今天是2020 10月24號凌晨2點半 終於把這個之前 網站用的這個錄螢幕的神絲弄好 然後 聲音有點大聲 然後呢那個 就先用他來 測試一下這一次玩魔法門的這個 效果是如何 因為這個看的人不是很多 所以錄的不好沒關係 那上一集啊我玩到這個什麼 玩到那個 沼澤陣 結果沼澤陣啊那個 我的力量不夠也卡在一個門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是一個轉來轉去的路所以很麻煩然後我們可以我們可以在地下眉弓使用這個傳送術 傳送術應該就可以直接跳兩個 這邊應該是可以使用吧 這邊不能使用 這邊不能使用傳送術 OK 然後 那只能慢慢走 完全不痛 因為我的血都還是綠色的 代表說 他完全沒有辦法對我造成傷害 可是這樣子 這樣子被打也不是辦法 其實你應該是這個樣子 這邊直接往右走 這樣子往右走 你就不用轉方向因為沒轉一次你就被被打一次很虧喔 這什麼 眼鏡蛇妖 眼鏡妖蛇 然後我有查一下就是任務 任務那個怎麼講 遇到了那幾個兄弟啊 他給你好運金幣 那好運金幣的話就可以在這個地方使用 所以我打算先讓 我已經上了這個火焰的buff了 所以說這個 這個算是初級罐 那這邊可以用好運金幣 所以說好運金幣的話我打算先讓我的 兩個角色的那個力量先超過50 超過50之後應該就可以撞了破牆壁 不然那個後面有幾關那個牆壁你的那個角色力量不夠 撞不破 這樣過不去也是很麻煩 好這個是純寶物吧 銀色的神聖骷髏 這個是第1關城鎮的那個任務 打開箱子 剋愛所思發現的武士長刀 應該 好爛喔 夜道武士長刀 這個是 這個是加那個什麼 加那個 其實如果說你沒有刷錢的話這些你都要留著然後到時候去賣掉 阿張那個夜道屬性的話應該是加 又來了 又是因為我那個 我那個 我那個什麼 錄影的程式F4是快捷鍵 那個什麼 夜道他是加那個開鎖技能但是 但是我覺得就是攻擊力比較重要 巨人三谷尋找附近的智者 以前攻略匱乏的話你這個他講的每一個東西你都要注意 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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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箭 沒有遠程魔法的所以我可以盡情的射箭 好多隻喔 不過這個迷宮其實算是初級的迷宮邪教禁地 只是我之前沒有來 但是現在已經 過了好幾關之後 這位射箭 按擴白鍵 等一回合 流浪惡漢 這個蠻強的 你對毒藥抵抗力增加 隨便 你對毒藥的抵抗力增加 OK 這個是初級的關卡應該寶物都很爛了 3000金幣 看看我剛剛拿了什麼東西喔 泛紅元素護衛 元素護衛是很初級的 木是床刀 木屬性還會讓你的那個什麼命中率啊 攻擊力下降 撞門 在撞 好下水 這麼多好運金幣喔 喔那可以提升很多屬性 不痛不痛不痛直接走 就說是失蹤的兄弟派你來的 OK這是教你怎麼樣 解謎題 喔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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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這個是蠟燭怪 初級的 不痛不痛不痛 我記得應該有魔王吧 什麼眼鏡蛇妖王之類的啊 神聖的銀骷髏頭 好到時候回 回第一個層去解解論好了 喔來了來了 他會問你說是誰派你來的 然後剛剛他有說是愛普 他說是失蹤的兄弟 然後你會在那個遊戲中 找到一些故事 失蹤的兄弟到底是誰 他叫做愛 普 塞 能 OK這樣就過了 他還沒打回去 OK我往左邊走 左轉 沒有疊了 各一隻喔超討厭 還好我事先上了那個 元素護衛 火焰 所以比較不痛 在哪邊 這邊還有一隻 直接衝過去 這是什麼東西 青春助言之絕世珍珠 這個很重要喔 這個是你在水上飄走路的時候你會碰到那個 海盜 然後你身上如果沒有帶珍珠的話 他會把你的錢搶走然後搶光之後把你踢回去 如果說你有這個珍珠的話你可以獲得經驗值 所以這個是在海上探險 一定要 一定要的東西 喔寶石 不錯耶 喔又來了 他這問題 要一直回答蠻麻煩的 不是說這個你回答完之後 他 欸 欸討厭 不是說你回答過正確一次之後就不用再回答了 愛普賽 好然後這次我要 往右邊走 怎麼突然跑出一個眼鏡鑰匙 如果你有好運金幣 每個人都是贏家 欸過來了 那我吃掉你來看看你得到什麼 看你得到什麼 好 看看囉 肌肉發展到力量極限 喔這是加 這是加力量 欸 阿天 怎麼才23而已啊 欸不對 這個是加肌肉嗎 強壯 只有加5點喔 怎麼這麼少 只有加5點喔 我以為是加很多耶 我看一下 克萊索斯 克萊索斯力量再加一下 我需要力量啊 我需要力量 好運金幣 給我給我給我 我全部都給阿天 F2的阿天 好運金幣 好運金幣在哪邊 我需要前兩個人的那個力量夠大 好運金幣好運金幣 好運金幣阿天的背包滿了 好運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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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萊索斯的背包滿了 好運金幣 好運金幣 我看一下43 我還欠兩個 這樣子我的阿天 力量也有50 好運金幣 好運金幣 好這樣子我的阿天力量50了 這樣沼澤陣應該就打了破吧 我記得沼澤陣 不需要那麼大的力量喔 不知道怎麼會卡 然後體力的話 這個體質很低耶 好然後給他 OK第3個是誰啊 貝菱打 好 光法 痛 不痛不痛 我記得這邊好像是一個 有陷阱 他會到處把你傳送來傳送去 這個是 這個很煩 這個沒有攻略超麻煩的 又被傳了 又被傳了 天啊 他這個地上是有那個傳送點 好像前面是有傳送點嘛 好吧 那只好用這個跳躍術 跳躍術是9 好然後再用跳躍術 OK這什麼東西 神壇的四張臉 瘋狂的大笑 好我用跳躍術 OKOK那這樣子應該算是走到目的地了吧 撞 喔這位射箭 邪教教主OK 這是前期的王很弱 克愛瑟斯發現了盾牌喔 鑽石盾牌耶 哇鑽絲 鑽絲亮晶晶 鑽石盾牌很好耶 鑽石的屬性加很高耶 鑽石加很高 鑽石盾牌的話我的羅莎琳 羅莎琳的防禦力比較低一點 但是他是拿雙手武器 好吧 鋼盾牌下去換鑽石 喔有沒有我剛剛這個防號是40級吧一下加10級 這遊戲是這樣子的就是金屬 金屬白金啊金啊那些的 這是中立製成的古董 然後呢再來就是那個 鑽石什麼黃水晶啦 藍水晶啦 藍寶石啊 然後最高級是黑曜石 好那這個迷宮已經 已經過了 還有中立製成的這個古董 中立製成古董其實到時候可以 可以拿去那三個層銀靴子 銀靴子應該是加減穿吧 這個皮革的是最低嘛對不對 然後再裝備銀靴子 防禦力可以增加一點 這些任務到底都丟到我的這個 這個移動移動背包去 銀鏈條甲好都丟掉 因為我有洗錢所以說完全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這樣子一個一個去賣 這是洗錢的好處 好這關過了 這邊應該是過了 我應該可以使用城市傳送吧 城市傳送後面的技能 全頂陣 這樣好方便 後面有一代啊魔法門是這個樣子你可以 就是 在打敵人就射一個點然後就傳回城鎮補血然後再傳到敵人面前那個蠻搞笑的 銀行已經關了現在幾點 現在是還早 才晚上8點而已 這個這個這個已經不用打工了 這個是打工就要花掉7天了 我記得你在這裡 好 把這個骷顱頭給你 給完你之後我現在要幹嘛呢 看一下我的血量還健康嗎 很是健康喔 220234 好很健康 現在要幹嘛 回到那個沼澤陣了 沼澤陣的那個是什麼 沼澤陣的那個 蜜語是什麼 沼澤嗎 有點忘記了 沼澤陣的 沼澤陣的傳送點是 命運 命運喔 OK 命運 OK進入沼澤陣 下面有沒有給我卡一個那個牆打不破 好現在我已經把那個 角色的力量 前排的兩個角色 因為那個撞門是要用前排角色 換一下造明書 換一下 造繩子 還有造繩子 以前那個遊戲真的是 非常的認真啊 每一個步驟都不能欠 我實在是覺得造繩子這個法術不是很必要 因為這個東西你在遊戲不會很常用到然後你還要特別去試一個法術 其實我覺得有些沒必要 然後這用跳躍術跳過這個陷阱 元素護衛 這邊有墊 這個墊的開關還好 還是撞不破 終於撞破了 天啊 這個會讓人家老化嗎 好像會 不是我好像原先就已經老化 這個普攻傷害也不錯 電 這要往哪邊走勒 這是往左邊 因為我現在面對這個方向 這樣子 OK 撞 這要撞好多次 哇每撞一次我就要被電一次 哇糟糕我要趕快把他解決不然我還要被還要再被電一次 哇又來 撞 哎唷我變老啊 我變老了天啊 好像本來就變老了 有點忘記 地獄迷宮是一個錯綜複雜迷宮 對這幾乎是最後一個迷宮了 因為在最後一個那個金字塔你必須是冒險之王 冒險之王這一個 這個 這個稱號你才可以進去冒險之王 那冒險之王的話他的有一個泉水 就是在這個在那個地獄迷宮裡面 啊那邊有很多那個梅杜莎喔 梅杜莎真的是蠻強的 梅杜莎的話會讓人家會讓人家石化 喔 痛痛 死神 只剩泥石喔 普攻 等一下等一下 先存檔 這是幹嘛 好像是全隊的那個體力都增加到一個 一定的程度 好像是這個樣子 這個我的那個錄影程式F44快捷鍵真的很討厭 跳約數 不對 跳約數 跳約數 跳約數只能夠跳一格而已 咦 然後啊啊走太快了 糟糕糟糟糕糟糟糟糕 走太快了 電到 看來體力還是有少 還是補一下 我的那個等級不夠高 元素負擁的等級還不夠強 紅血了 紅血了還是要治療一下 治療 自然治療是比較低階的 低階的治療了但是 至少他不需要花寶石 只要注意有沒有紅血就要紅血再補就好了 還可以 放了什麼聲音 剛剛好像 這個會讓人家變老了 老五歲還可以 老五歲還可以 25歲變成 20歲變成 25歲 看我幾歲了 25歲 只有老五歲而已 硬幹了 解決 力量女神太好了 我的體力都增加了25點吧 差很多 體力都增加 這個城鎮應該算是 算是過完了 看一下看一下今天是 今天是60號 62號 62號的話錯過英風寶了 英風寶跟黑風寶是 是50號 好那我們就 去解解任務吧 剛剛有拿到那個什麼 那個 什麼 什麼什麼城的那個 古董 我們拿去解個任務 荒原陣 等一下在那個 沼澤區走一走好了 還是火風陣 沼澤區我記得 我記得有NPC啊 每一個城都有NPC 然後NPC身上都會帶那個 鑰匙 時間過了 雪泉寶 我有能力去第一個城的地下城嗎 好像可以喔 沒有巫師之眼真的很麻煩 哇是怎樣 喔天啊 所以遊戲有時候會這個樣子喔 碰到一個敵人然後 然後沒注意就 很刺激 哇我剛存檔是存在哪邊啊 喔糗了 好像是 好像是我要摸那個水晶喔 這邊我有怪 我有怪沒有清掉忘記 啊 天啊又要重來了 以前的遊戲就是這個樣子喔 麻煩 又要再走一次 麻煩 麻煩 強效治療 用強效治療比較快 哇一補補到滿耶 看來他的血真的是比較少 喔補血 強效治療大概是補血補最多的 直接直接印貓啦不管 OK然後 再回城 回城的話 看一下 這個城市傳送 先去找城鎮好了 有些忘記了 私與旅館 我們看一下這邊有沒有 有沒有那個傭兵可以過 把他身上衣服脫光光 一共有5個城鎮 看一下 沒有耶 這邊沒有NPC耶 差不多可以去升級一下 那個冰屬性的那個 那個敵人 有點麻煩 傳送門在哪邊 傳送門是在 在這邊 這邊有個幽靈 不見 我要去第2個城 自由人 荒原鎮 然後等一下小心那個巫師喔 以前的遊戲就是要多多存檔 而且存一個還不夠 有時候那個資料會回損 剛剛這樣換一換應該差不多要白天了 進入血泉寶 還是存個檔 我記得還 還古董是在這個地方 你帶回來給我的將會 但是還有些沒找到 帶著你的報酬繼續找吧 OK好我應該是獲得經驗值了 應該是獲得經驗值 只是他 他們有說你獲得什麼 什麼報酬 鐵戰斧 丟掉 好 我們先去升個級吧 先升個級 然後去 去火風陣好了 火風陣第5個陣 好 戰地訓練場 火風陣的那個什麼 火熱喔 要趕快施展那個火的那個 護衛 還不夠喔 哇 哇升級需要這麼多經驗 只有野蠻能夠升級喔 哇 這樣只有一個人升級喔 好 那這個樣子的話我要使用無私之眼 然後 準備上一些護盾 捐錢 捐捐捐捐捐捐 治療一下 捐捐捐捐捐捐捐 喔清很多 好然後 現在幹嘛 想想看 火熱嘛對不對 對不對 先回原本的稱號 我看看我銀行有多少錢 家圓 火熱要不要上一下 要不要去喝一下泉水 應該是有點懶 還沒開門喔 要9點 現在是8點46分 這樣走一走 9點了 看看我有多少錢錢 1097百萬 他會破表嗎 我記得好像是9999百萬會破表 1097百萬怎麼那麼爽 我還是提一點好了 給他破表 提個 1000萬好了 特斯百千萬 10萬百萬千萬 1000萬 這個這個錢超多的 金幣1600萬 可是到後面升一級要100萬喔 有那麼誇張 如果說你這個遊戲的經驗值 全部都拿來升級的話 到後面升級要花的那個錢 非常非常多 火 元素互衛 然後火焰 我們要去 最後一個那個層 然後他因為是在火焰島 所以周圍被那個 三包圍起來了 你進不去 但是你會在這個 迷宮裡面找到那個 使用傳送點的那個密碼 就是火熱 不眠歧視之旅墊 這個是 怎麼講 火風陣的那個旅墊很重要 因為在這個地方你可以找到兩個很強的傭兵 但是因為我使用這個刷錢大法所以說他們也是老到死掉 先解雇 再解雇 每天要花5萬金幣 這兩個很強 這是超貴 他們254歲 254歲 然後體力只剩15點 那這個186歲 體力是55點 這個體力還不錯耶 說不定他可以上場 他體力還有55喔 這個巫師大概是不行的啦 看一下 他法力那麼高喔 我要留他嗎 可是他的日薪是5萬塊 可是我錢那麼多 他已經沒有力量了 所以普攻根本就沒有用 那如果是這一個呢 布諾爵士 布諾爵士可以留耶 野蠻人 生命也很高耶 我以為他會老到死掉 結果這兩個角色其實還是可以用 雷紋應該是不能用了啦 因為他的體力只有15的話 現在值750 雷紋說不定也可以用 但是我留布諾爵士好了 還是雷紋也留著 雷紋一定有 身上一定是裝備這個什麼東西 對啦不死戒指啦 金聖之藥 這是什麼東西啊 然後 魔法長老 這個是加 加MP的 然後這個是防那個 那我帶他們兩個好了 不死戒指是加生命力的 給錯給錯 那這樣子我 我好像沒有玩過 八個角色都 都在場 但是他們一天要花八萬塊 八萬塊小錢 我那個銀行生利息都生不完了 這要是在現實生活中 那應該有多好 古董珠寶丟掉丟掉 丟掉丟掉丟掉 戒指喔 這高度證據碼叫 黃塵之藥 綠眼珠之藥 藍的 紅的 然後他會有些重複 你身上有一對鑰匙 黃綠 藍紅OK 好然後你就可以走了拜拜 然後再來是菲娜絲喔 菲娜絲的話 邪惡之城古董 邪惡之城我現在還 還沒有辦法刀 解雇 掰 一天五萬塊 燙啦 哇那這樣子我有八個人打 這樣感覺蠻屌的 好那我就不扒光你的衣服了 好出發 我想說我那個刷拳啊已經刷了應該是200多年吧 傭兵應該老到死掉這兩個還可以用 太好了 來看一下他的法術如何 剛不小心把那個錄影的畫面跳掉然後沒關係反正我那個剪輯軟體也已經恢復了 剪輯軟體我是用這個 B-Cut 還蠻簡單的 之前我有付費喔 好然後這個到時候我把這兩個影片把他剪進來 雖然說沒有什麼能看 總之那兩個傭兵蠻好用的然後我就進去這個火風陣的洞穴吧 然後又捐獻一下 所以我應該這一次我會選擇用這兩個傭兵來玩玩看喔 8個人嘛對不對 多一個法師然後多一個野蠻人這樣子 這是什麼城鎮啊 怎麼全部都是這個這個蝎子 好像不是很難 這是什麼火焰嗎 火風陣的地下城到底強不強啊我忘記了 火風陣的地下城強不強好像很強的敵人的樣子 這什麼敵人 火行者 完全完全不會受傷耶 喔有啦 他完全不怕那個 對他完全不怕物理攻擊 所以他是火的他應該是怕怕冷吧 神奇冷凍 看來我的那個 好痛喔這個好痛喔 我對能量的抵抗力增加 我看來這還是要摸啦 這應該是對這個整體的隊伍是好的 這應該是加永久的 所以早點來應該也是不錯的 死掉了 他怎麼死掉 看來他還是太老了 他的體力是不是太老了 那怎麼瞬間死掉 對啊他怎麼瞬間死掉 是不是因為力量0啊 我應該怎麼讓他不要死掉 好 看來他還是太老了 OK 那我還是把那個80塊的傭兵叫回來好了 好等一下再把衣服扒光光 太老了 果然用這種洗錢的作弊方式你就沒有辦法就是享受8個人同時在場 哇好燙喔這邊 對寒冷的抵抗力增加 我先離開這邊好了 睡個覺好了 補充一下法 補充一下法力好了 應該不用睡覺 好 先扒衣服 把衣服扒光 沒關係多一個野蠻人可以用也好 這個他的裝備是跟法師有關的 所以全部都給 全部都給這個同事巫師屬性的 白金板條甲 鋼鏈條甲 鋼鏈條甲 鋼跟湖泊應該差不多 埃隆 這個聖甲蟲子加加魔法力 白金板條甲 直接丟掉了 金聖之藥不能裝備 他不能裝備 鑽石匕首 鑽石匕首很強 丟掉 他是鑽石屬性 我記得鑽石再來就是黑曜師 烏木鏈條甲 五波 五波好還是烏木好有點忘記 先看一下 五波 防禦力是47 烏木 48 印象中是差不多 OK你還有什麼可以拔的 不死戒死 這是加生命值的 加生命值的話給 給女生好了 靈波這個是加法力吧 天賦 這些應該都是跟那個 天賦應該是加智力 加了智力的話 你的法力值就會高 珍珠錘氏應該只有加一點點的防禦力 好 發光一個人的衣服囉 可以讓雷溫回去了 所以我的元素抗性還不夠高啦 在那個地下城碰到那個火焰 受傷還是很重 我是刪除 解雇 拜拜 然後在雇用 這一個 艾倫包 這個就是隨身移動 邊走邊死的那個移動型背包 然後經驗值可以升級了嗎 都還不能升級喔 我們把 波諾爵士的東西丟到F8 F8 F8是我們的 背包 F8 好都丟過去了 他是 要換位置嗎 不用換位置 還是最方便 我們有錢 我們有錢 我們治療直接是用 直接是用那個 花錢來治療 一般治療就是一直睡覺一直睡覺但是因為那個錢太多了 直接找那個神廟 但很可惜喔他那個治療法律是不會恢復的 所以沒有辦法連那個法律都恢復 需要那個造神術 造一條繩子 存檔 跳躍術 這邊應該又是那個讓你增加一些元素抗性的吧 我撕法術了 冷凍法術 神奇冷凍 有欸冷凍光線 遊俠會這一招 喔不錯喔 神奇冷凍 受傷痛 再摸一下 魔法的抵抗力增加了 不錯喔 看來早點來趕快去增加一些抗性對後面的 怎麼講 作戰應該是有幫助的吧 法力不夠 神奇冷凍 我只有我的貝琳達的那個 武器是有那個屬性的 看來還是要多裝備一些 這麼痛喔 哇 還好裝備沒有壞掉 對毒藥的理解力增加 OK 再摸一下好了 怎麼辦 怎麼辦 怕燒一下就直接掛掉 法力不夠 不能傳送了 呃 城市傳送 再回到火峰陣 這個峰會的那個 魔法應該怎麼買 忘記了 我看睡一個覺好了補充一下法力 夜翼神殿 睡個覺 現在是凌晨一點 還OK 還OK 捐一下 先探索地下層 好 然後 好像是要先去戶外走走的樣子 有點忘記了 元素護衛 元素護衛火焰 我身上的食物還有石貼 火峰陣我記得有個地方他需要射點 那個點是 是加抗性的 好像是在這個地方 已經不會損血喔 已經不會損血 不會損血 換了我的火焰抗性是夠的 這個 好像是這個東西喔 這好是暫時增加的元素抗性這邊 好抵抗力變很高了 這邊要不要射點 又好像不用 我走到火峰陣 再走出來就好了 你看 我的血都是綠色的 有時候很卡喔 敵人太多的時候有點lag 那邊應該是他的巢穴 好斧攻就好了 斧攻流 好打破 這個裝備好嗎 寶石戒指 烏木雙手巨戒 烏木雙手巨戒 勉勉強強 丟掉丟掉 這沒有什麼好存當取的 金的 金的雙手擴到 金鎖 金的鎖之甲 這可能可以留著 烏木凱咒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都可以丟掉 沒有什麼特別 好時間到了所以說 施展一下抗性 烏石之眼 好現在先 先回去好了 這個抗性是永久的嗎 怎麼跑到大惡魔了 對這抗性是 是暫時的 喔耶 元素抗性 我來設一個那個那個 那個什麼 游標好了 這好像是流浪漢彩繪 這個羅莎林是流浪漢喔 這我記得是德魯伊的法術 德魯伊法術嗎 還是游翔 沒有 該不會這是法師的法術吧 真的也是法師的法術 上次坐標 設定在這個地方 他只能記一個坐標 好像沒有必要記這邊 因為這邊的話其實 你走到這個城鎮出來走個幾步路就可以到了 他這個轉一個位置就會被燒一次 所以那個地方是加很多抗性喔 而且是全抗性 然後再配上這邊的城鎮 他說沒事 代表說你的抗性已經提升到 超越那個 超越這個雕像可以給你的那個加成 好我們再去繼續探險那個地下層 探險完地下層就可以休息囉 3點半 早上起來還要工作 捲捲捲我是荒野人 等一下 3點半 排骨碟三十幾點 排骨碟三十幾點 不過看這個其實不準的只是看好玩的 照明術 F6 照神術 照神術 好我現在身上有滿滿的抗性喔 這個洞穴會有什麼強怪嗎 好跳躍術 哇火行者喔 是不痛啦只是 是 元素之劍嗎 元素之劍感覺上蠻 蠻低級的法術 用元素之劍是不是比較省 我的冷凍光線可以打多體嗎 可以耶可以打多體 那還算划算喔 要可以打到後面去才划算啊 神奇冷凍好像只能打一個 如果是龍器咧 龍器可以選擇元素耶 喔龍器好用喔 我上了抗性之後他已經打不痛我了 先走左邊 這個燒到還是會痛 雪變黃色 神奇冷凍法力不夠了 還是要多帶個有元素攻擊的 有元素攻擊的那個武器 讓我只能靠那個貝琳達的斧頭打 他是那個動力的斧頭 喔對火焰的抵抗力增加囉 嘿嘿越來越不痛了 我上了buff然後我剛剛又增加了永久的那個抗性 也是會受傷啊 但是其實基本上血都是滿的 想省一省法力 又硬貓的好了 反正他也打不痛我 我要打三下 好 打到三下 好增加抵抗力囉 這個地方卡在這位置沒有辦法使用那個跳躍速 喔還是血 血還是會變成那個 血還是會變成紅色 這弓箭手真的是 皮薄抵抗力又弱 這什麼 這什麼 喔 這麼強喔 大魔鬼 我打得贏嗎 他應該不怕火焰吧 不對不對我應該先救人吧是不是 他好像是一級會把人家打 就是直接把人家打 打到零滴血 並不是說他的傷害那麼大 是他的特殊攻擊 哇 沒中喔 還要把人家打到 唉唷喂 天啊 最後一級 喔這是什麼 昏迷喔 欸 昏迷喔 一級版要打到昏迷嗎 這個大魔鬼看來我現在能力還不夠 因為在這個火焰山其實是會碰到這個大魔鬼的 好看來我的實力還不夠 這好便宜喔 修理 修理 欸我有沒有這個商人的天賦 有商人天賦在那個商店買東西會半價 欸有我都買上了還那麼貴 好直接補 這樣就快多了 只是這樣子法律不會恢復欸 不然我應該射點啦射有一個魔法的泉水 來一次就要用一次造神術 有點囉嗦 我的那個開鎖能力可能也不夠打開那個鎖 好火風陣這個城應該是結束 打不開 門也撞不破 撞不破啊撞不破啊 撞破了 撞破了可是打不開 所以怎麼獲得這個這個怎麼獲得公會的那個公會的牌子啊 好像是要結什麼任務有點忘記了 那就隨便往南走吧 火風陣有四個門喔 但其實你也可以不用刻意走這個門 你走到這個城鎮你說你不要進去就好 哇這邊就大惡魔 大惡魔會亂加麻痺 但是剛剛那個比較可怕 剛剛那個是一擊就把人家打到昏迷了 剛剛其實我差點就要重來了 這一招好像是麻痺吧 看我用 算了 算了直接用打了好了 我的鑽石匕首 我的鑽石匕首命中率很高 解除麻痺 法力不夠了 解除麻痺好像時間到就可以解除了 把大惡魔的巢穴毀掉囉 麻痺已經解除了 這個好耶 哇糟糕 我剛剛應該存檔的 沒有存就算了 我應該存檔的 白金鎧甲 白金應該比烏木好 看一下看一下 現在防禦力是64 66 多一咪咪 金鐵鎚 金鐵鎚是雙手武器 那就不能裝盾牌了 翡翠板條甲 這個防禦力加的就多了 板條甲我記得盜子也是可以穿的 可以喔可以喔 翡翠絕對是高級的 黑曜石腰帶 這個讚 直接破格增加防禦力 他的防禦力也45對不對 給你裝備一個腰帶 寶石腰帶對不對 他剛才40幾防禦力 裝備這個黑曜石 防禦力一下跳63 好啦好啦不血啦 顏樂投石鎖 顏樂是加多少啊看一下 看一下攻略 顏樂這個屬性是加 這邊 顏樂啊加那麼低喔 才加10點傷害而已 也就是說加10點傷害 但是沒有加任何的命中值 好丟掉 掰 好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好 火風陣探險結束 還沒結束啦接下來就要練等級喔 再來去前期的那個前期的導探險好了 我記得白頓堡的地下城還沒有進去過 還是要睡個覺 我現在法力不夠睡個覺好了 睡個覺好了 3點凌晨3點 這個城鎮可以在這個地方也是很神奇喔 我記得酒店是在這邊 欸不對走錯了 整個方向感覺不錯 排水道 這是一堆龍的地方 綠菱酒店 喝酒 好爽 40天的食物 小費 謠言 一天三萬惡嗎 有錢有錢 喝個酒就已經早上了 7點14分 OK的 這些都碰一碰 準備去第一個城鎮 第一個那個白頓堡 地下城 我記得上次我碰到那個什麼 碰到那個 他的那個斧頭 超級痛 捲滿了 然後施展巫師之眼 經驗值夠不夠 可以升級了耶 算了 再多拼一下好了 從第二個層走到那邊去應該近一點 排狗 進去祈禱吧 今天是你的幸運日 OK 如果抽到今天是你的幸運日的話 大家的那個運氣會增加很多 印象中 運氣增加到100多 超高 這什麼東西 這邊也有寶物 白頓堡 去地下城探險喔 黑五四我現在打得贏了嗎 黑五四我打得贏了嗎 試試看喔 解除魔法的秘語 欸是怎樣 警鈴而已啊 警鈴而已啊 那個只是普通的守衛 他應該是問說 開鎖的密碼 好像是什麼亞里斯什麼什麼阿國的那個 國王的名字喔 白頓堡國王的名字 看看在哪邊 白頓堡 亞里斯 傑里斯亞吹西是到地下城 然後史麥羅 史麥羅是開這兩個寶箱 史麥羅 史麥羅 秀 哇一萬寶石 哈哈哈哈哈哈 果然 我身上有一堆Buff 還有運氣 石英凶章耶 石英也是加滿多防禦力的 這個可以給你穿 這個就丟掉 死鷹哇加5點防衛力不錯 按擴白鍵 我運氣那麼高一刀秒 送啦 死 賣 500萬 不過錢對我來說已經完全沒有意義了 我有他的寶 沒有我沒有他的補動 這個地方是可以用傳送樹啊 我們可以看到右上方那個小地圖有一個地方怎麼過去咧 兩個 傳過來了 這是什麼地 遊俠 這邊的裝備是好的裝備嗎需要洗嗎 不用喔好爛喔 鐵戰斧 琥珀 青銅 完全不想開 不過開這個 開車也可以讓我的那個 盜賊增加一點經驗值 傳出來了 這邊有黑武士喔 邪惡之城古董 黑武士喔 我用跳的 跳到你面前 我用傳送好了 飛到你面前去 這樣就不會被你遠程一直攻擊 喔你怎麼 這邊有邪惡之城的古董 邪惡之城在那個冰島 沼澤剩的上方 到時候也會過去那邊 金腰帶 金腰帶 烏木腰帶 金腰帶可以用 鐵腰帶丟掉 金凱咒 電獨頭盔 增加 電的抗性 鋼換免 鋼頭盔 頭盔 頭盔 OK這可以 這只是普通的頭盔 烏木楷咒跟金楷咒哪個好啊 他的防禦力是55 然後我把烏木的卸下來 喔多了 兩點 好丟掉 照理說是應該都要留著啦 因為這個凱咒可以賣好幾萬 不怕 跟你拚硬鋼 應該都是不怎麼樣的裝備 血變紅色 還是防具壞掉啊 沒有壞掉還好 補血的 補血在哪邊 哪邊有補血 德魯伊只能用自然治療 自然治療補很少 有沒有什麼好的裝備 珍珠垃圾 銀跟金的十字弓 銀的是丟掉 好複雜喔 非凡魅力解除麻痺之腰帶 非凡魅力是 是增加這個 非凡魅力是增加那個人格 我覺得也是可以丟掉 非凡魅力 珊瑚勇氣 對這是勇氣術 不需要 不然把丟掉好了 金十字弓 金頭十手 白金常見 白金常見不錯喔 金頭盔 銀的 銀的 那當然裝備金的啦 賭徒腰帶 賭徒好像是加運氣喔 正常是什麼東西啊 賭徒的吧 因為那個盜賊是需要那個運氣的 開鎖是要運氣的 銀藏弓 好給你用金的 金筆銀號 然後再來是白金 然後要去地下城了 賊將被毀滅 誰是白金堡的大君主 傑里 絲 雅 崔 西 我今天的時候剛來的時候 好像被那個斧頭打一下就快死掉 這裡嗎 跳約數 現在那個等級夠高了 開鎖能力已經打得開了 哇還是很痛 該不會是邊打邊睡覺 這邊我記得不能用傳送術 對 他在說司法失敗 要被砍個兩下 痛啊 這個麻煩 每個地方前面都有一個斧頭是怎樣 那怎麼辦呢 看來還是要 還是要去洗一下那個洗一下生命 好 正義之王傑勒特其實這個人壞透了 可能是講一些劇情 他給他妻子一個盒子 神聖靈藥要喝嗎 存個檔 應該是應該是加能力的吧 你的等級提升了 喔等級提升了 加幾級 加了5級喔 那給弓箭手喝好不好 還是應該給盜賊 盜賊喝的話是加技能 好嗎 讓弓箭手喝好了 他需要法力嗎 還是應該游侠喝 隨便隨便隨便 弓箭手很容易死掉 畢竟是法師嘛 我去多灌一些生命值再過來好了 等級的那個泉水在什麼地方 B1的85 B1的85 B1 這裡是A2 A2 B1 這樣子 要摸一下 這個東西是加法力的 好法力掛滿了 再來一次去B1 B1 這裡是A 然後再往右 往右是B B1的85 暫時提升等級20 85 2 3 4 5 6 7 喔這裡 喔等級提升了 但是 感覺時間快過了 然後 等級提升了 我應該在這地方設一個這個這個 這個 游標才對 5 5 1 飄浮 好 設定 OK 設好了 然後我要去喝水囉 那因為走一步是10分鐘很花很花時間喔 所以可以用傳送術 傳9步 4把失敗 喔那可能 那邊有障礙物 喔有沒有 我就這樣直接飛過來 直接飛過來我就可以省很多時間 野外可以用 不然你到了這個凌晨幾點鐘 凌晨5點鐘的話那個就 就那個什麼 你的那個buff會失效 隨著遊戲就這個樣子喔 轉彎喝水 因為你的那個你喝了一個那個等級上限增加20級的嘛 然後 這樣子你的那個因為你的等級提升了所以你的那個那個生命值上限就提升了 那因為生命值上限提升了之後呢 就你可以喝這個 補血的泉水 那 因為你的生命值上限提升了 你的怎麼講你喝補血的泉水就補到滿了 那但是呢當你這個 一天結束之後生命值回歸正常 那你的那個現在的生命值還是會 還是會超出來 所以看到我的這個生命值是這個灰色的 800多 那我剛做的這個目的呢就是 先讓我的血超過生命值的上限 傑里斯雅翠希吧 這樣子我等一下去地下城探險的時候血就夠扣了 不然那個斧頭打下去 很痛 然後我現在身上的那個法術也很滿 被打 哇好痛喔 打一下就黃雪了 這個很痛 我要是沒有 沒有去喝泉水的話 超痛 超級痛 這邊好像是在講 講講故事吧 告訴你說雖然說這個是正義之城 可是城主也沒有也沒有多增益 我是幹什麼壞事 你等級提升之後呢你的攻擊的那個能力也會增加 喔這邊有一個什麼泉水嗎 抵抗力量增加 抵抗力量增加 倒賊抵抗力量增加 好像不大適合耶 因為倒賊不是 不是戰鬥中最重要的 他純粹就是為了開鎖 打不怎麼樣 也不會施法 所以說抗性的話 我還是先給弓箭手好了 弓箭手很容易死掉 地板是他最後殘留的什麼 跳 好最後一個門了 唉唷好痛 大惡魔耶 哇怎麼辦 喔這很強喔大魔鬼啦 但是我現在等級有20級所以說我的攻擊 能力強很多 有兩杯是什麼東西呢 讓兩個油蝦喝好了 所有的屬性都增加了 所有的屬性 所有的屬性 油蝦喝還可以 所有的屬性 兩個油蝦所有的屬性都增加 OK啦OK啦給油蝦喝還蠻適合的 好那這樣子我第一個城堡就算 就算過了 要離開這個邪惡的洞穴嗎 好然後去升個級吧 去哪個城升級啊 去找著 等一下 去找著認探險好了 然後每個城的那個等級上限也有限制 打烊了 睡覺 升級會過蠻多時間的所以 稍微看一下整個現在日期 每年的99號還是要記得解那個寧靜海貝的任務喔 已經第一天喔 時間過那麼快喔 來不及了來不及了算下次吧 哇已經已經過了一年喔 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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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蠻人升級快 盜賊升兩級了 布諾爵士 他已經不能升級 他等級已經是40級了 所以他升級可能要去那個火風陣 最後一個城就 就沒有上限的這個限制 銀湖酒店 好 看一下 今天的 今天的這個怎麼講目標就到這邊吧 還是我要去前面的城鎮探險 去前面的城鎮探險好了 這邊 N 蘆一飄浮 返回 蘆一 蘆一浮標 這是很方便 好喝泉水 等級提升 我們用傳送術 有這個等級提升你就可以去 跨等打很多強敵 1 2 3 4 5 好 飛五格 這樣子我只會花一格的時間 喝水 喝水 喝到血滿出來 喝水 喝喝很多水 再來我要去這個地方 我們來看我們要怎麼走 1 2 3 往右三格 1 2 3 4 5 往右三格 往下五格 欸 怎麼走錯了 我啊 糟糕 我東南西北搞錯了 1 2 3 4 5 南 往南五格 這好像是摸一次增加50點法力 沒事 接下來就是要去 找地下層 我記得上面有一個地下層 這是什麼地方 商人 我已經是商人了 現在是幾點啊 下午2點 海盜的寶藏給你 這個要存檔 這邊可以洗 洗裝備試試看 是什麼等級的寶藏 翡翠長矛耶 喔讚耶 紅寶石長劍 超強 超強寶珠是什麼 欸 這可以洗耶 不過翡翠長矛其實不錯 我還要在洗嗎 紅寶石 再來是翡翠 超強寶珠 超強是什麼東西啊 什麼是超強寶珠啊 翡翠長矛 好 懶得洗 反正這個紅寶石常見 金武士長刀 我確定紅寶石是比較長的 只是超強寶珠不知道是幹嘛的 2000個寶石修啦 來看看要幾個喔 12345678 8格 往右8格 獨眼巨人洞穴 我現在身上有 有這麼多buff應該沒問題吧 拜託蘑菇怪喔 這是很初期的迷宮啦 我可能混太久了 哇拜託這個是超前期的敵人 這邊這個教你的法術 是超低等的法術 看來這個是一個很前面的迷宮 地上這個藍紅色的泉水 對雷電的抵抗力增加 這是增加屬性的喔 古董珠寶一個2000塊 而且什麼 埋在巨人山谷中 就是叫你去走那個山啦 1刀秒 這些應該都沒有什麼好東西 綠色鑰匙即將入手 綠色鑰匙我從傭兵身上就已經拿到了 這邊應該都是增加一些抗性的 池子 沒有 還蠻痛的 應該是不怎麼樣的 的東西吧 看一下 鐵冷凍光線之凱咒 這是 垃圾 冷凍光線之號角 你用這個之後就可以直接使用冷凍光線 留著好了 冷凍光線號角 這樣可以使用法術 火球術 紅武士之藥 紅武士之藥我好像有了 而且有了你還不能丟掉因為系統怕你那個丟錯鑰匙遊戲迷宮你會進不去 電獨術 懶得摸那個海果應該都是一些初階的法術 毒眼巨人來了 果然是蠻耐打的喔 柏角彎的祭壇 祭壇特別大方 我已經五個城鎮的神廟我都有捐錢 他沒攻擊就會沒有 什麼寶物呢 什麼寶物呢 算了古董珠寶直接丟掉好了2000塊而已 根本不欠那個錢 賭徒勳章不錯 電能超強短劍 我這間 鑑定一下 喔石英斗紅 這個好 紅寶石盾牌這個也好 神秘有石英 一定比皮革好 好 不錯的寶物 等級提升喔 這個是 這是等級提升的泉水 這是怎樣 混淆 這個是什麼負面狀態 好像不能解除 應該要隨著時間才能解除吧 喔等級提升了 善良之城古董 中壢之城古董 都是古董 都是等級 可以看小地圖 看看你的 路哪邊沒有走 對我左邊也沒走 這邊的泉水會讓他等級提升喔 然後 裝備其實也不錯 神奇人弄會了 敵人巢穴 應該有獨眼巨人王 我還沒有上buff 應該要上很多buff 就是身上有那個4個東西 去神廟均線的樣子 喔這個應該是boss吧 我7把劍 獨眼巨人 不是獨眼巨人王喔 沒有獨眼巨人王喔 善良之城古董 這邊都是人家城堡的古董 喔 死人了死人了 看來還是要用一下強效治療 哇那麼好法力喔 我等級高了 需要的法力也會變多了 啊 都沒有壞掉 我要走哪邊 我先面對這個方向 是走左邊 這可以用跳躍速 跳過來 瘋狂大殿具備所有技能 喔是瘋狂大殿 我也是地獄迷宮 喔你被那個地上的陷阱刺的都不會損失 獨眼巨王來了 哈哈 翡翠勳章 喔這個好啊 這防禦加很多 不會是BOSS 這個城鎮就是拿要死 有些小小小東西吧 OK 好可以離開這邊了 這邊要去哪邊呢 再用那個如一浮標 這真的有用 再回到剛剛那個等級的泉水那邊 喔已經晚上 晚上就 今天過了就今天過吧 那還要修一修東西喔 補血 好 去換 打人家的那個鼓動 這裡 好 鼓動畫完了 再來好像還有一些地方可以探險吧 我如果睡覺的話身上的buff的那個就會消失了 好 法律增加了 現在幾點 3點 搜尋一下 那就走到 走到隔天吧 雖然說這個身上的buff消失了但是你的那個 最大生命值跟最大法力 不會不會回歸 所以說還是可以用這個方式 暫時提高你的那個生命值跟法力 大概魔法門3最重要的就是用這個方式 然後身上就是 超過最大生命值的這個法力跟那個 跟那個血 這樣打起來就比較不會死 不能裝備兩個同樣的東西 金戒指很多 白金寶石應該不用 好 大家身上的空格越來越少 所以才會需要帶那個什麼 帶一個小跟班 修 這個 2萬塊 超級貴 好 順便來鑑定一下 電人超強短鍵 超強是加生命值啦 2到6點 元素抗性我是要看攻擊力 因為武器是看攻擊力不是看抗性 那就不要 原來超強是加生命值 超強寶珠是增加生命值 這樣子我知道 所以他身上沒有法術 只是說 你裝備起來你會增加那個屬性而已 我們來看剛剛打到那個翡翠長矛 翡翠的屬性就很好 命中率修正有到加7 OK 然後上一些buff就可以去什麼 下面我記得也有地下城可以去玩 曼陀羅神殿 這個小捐一點好了 小上一點buff就好 我現在實力應該是可以夠踏騙左邊的一些 一些基本的迷宮了 先出個檔 走到一個迷宮再休息好了 斷頭鬼 這裡好了 吃風大墊喔 哇吃風大墊很難耶 吃風大墊我記得很難耶 喔是怎樣 吃風大墊我記得很難耶 吃風大墊 吃風大墊 我現在打了贏嗎 元素護衛 既然這邊有 好上一個火 怎麼變來變去的感覺 神秘雲團是不是會吸法力 法力變零了啦 他會吸法力啦 這什麼東西 他剛剛問什麼東西 吃風大墊 眼淚 眨眼 眼睛 眼淚眨眼眼睛 那問題好像是眼淚吧 答錯了 看起來像窗戶這是眼睛 眼淚眨眼睛 眼睛 答對了 你把我的法力炸掉了 眨眼 我在做什麼 你在眨眼 閃眨眼 閃眨眼 喂 這是眼淚 答對了 這包法力炸乾也是蠻麻煩的 這樣我不能補血 沒關係反正在第二層你可以多次挑戰 完全沒有法力 欸 一槍啊 欸 這什麼 發瘋啦 他會遠程攻擊他人家發瘋 好我用跳躍術跳到裡面前 摩野王喔 摩野王就直接直接被幹掉 黑鑰匙 黑鑰匙 剩甲蟲耶 這個讚耶 喔這個防禦力加超多的 這個布諾爵士 防禦力不是很高 給你一個黑鑰匙剩甲蟲 這是什麼 這是傳送術喔 好煩喔 這用跳躍術跳到寶箱前面啊這樣子 邪惡之城古董 沒有什麼東西嗎 好爛喔 邪惡之城古董 當然你拿那個古董去 去邪惡之城的話可以 應該是可以獲得一些紀念值吧 我已經把那個 魔鬼王幹掉了 跳到你面前 直接開幹 可學會所有技能耶 是18個技能嗎 真的耶18個技能耶 吃風大殿那麼好 這麼前面就可以學會所有技能喔 吃風大殿這麼快就可以學會所有技能喔 那應該早點來的啊 又來 又中傳送術 不要在那邊一個一個學啦 電腦系統卡之惡 OK這是 破關的那個 那個重要道具 好像有6個吧 紅寶石頭石索這個讚 只要看到寶石類啊 鑽石啊 那些都很有用 紅寶石喔 我現在都是 至少都是金色 包包還滿喔 金頭石索 頭石索好像 好像比較低階一點 喔 好吧 大家都發瘋了 OK左邊走完了 走下面 咦 這什麼 傳送 撞 再撞 好門也把他撞爛 魔眼 跳躍月數 喔舊利神珠 舊利神珠很重要喔 一顆舊利神珠100萬經驗值 前期升級的超重要的道具 等一下這邊一定有那個陷阱 耶 舊利神珠 一共要拿 好像有30幾顆吧 欸這怎樣 欸 喔 這邊有一個傳送陷阱 喔天啊 撞 撞 哇 哇如果我的那個巫師法力沒得很麻煩耶 不能用跳躍月數 有ee 6,666 兩顆喔 那我可以給中立城的國王 我記得這個故意種陷阱 傳回到入口 對 這樣方便多了 本來說打到一個地方就結束 巫師的法力也沒了 永恆之眼 暗藏神珠 就是救力神珠啦 我已經都沒有法力 不怕被你打 直接貓過去 不行 我沒有法力的話 等一下那個 等一下那個陷阱我過不去 魔眼 最後是什麼 魔眼寶藏藏在C18 C18男13 詛咒所有的人 這什麼東西 詛咒所有的人 我身上負面狀態很多 重詛咒發瘋 C18男13 這是一個謎語喔 這邊 C18男13嘛對不對 男23 C18男23 應該是用傳送術啦 但是我法力已經沒有了 一堆 所以這個我應該 我現在不能睡覺 我睡覺可能遊戲會結束 因為你是處於這個 負面狀態的 負面狀態去睡覺 這樣不行 你要解除你的負面狀態在睡覺比較安全 應該對 哇 滑掉了 如果當他昏迷的時候再受到超出他的體質上限的傷害的話 他就會進入那個死亡 就會出現那個RAP的那個墓碑 我背後有怪 解決了 可是我現在法力不夠 還有一個那個 他的保障還沒拿 離開吃風大殿 回復一下到時候再用傳送術再過來拿保障 離這邊最近的層次哪個層 應該是海狗吧 他的裝備也不知道有沒有爛掉 下猴墩 果然破損 破損沒關係 反正那個身上的buff還在 節奏 治療 治療 節奏 治療 節奏 節奏 治療 節奏 治療 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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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我還是要睡個覺 不睡覺沒有法力 不對不對可以喝泉水 我只能用走了 有法力什麼都不怕 有泉水 花一點時間而已 現在是 已經第24日 時間破那麼快 這個 法力恢復了 法力恢復了都恢復了 跳躍速 我想想看 現在是 凌晨4點 凌晨4點 5點鐘會更新狀態 所以我正好 可以到這個地方 然後混一下 早上 早上喝這個等級提升 然後沒有傳授數 老方法 等級提升上限也會跟著增加 左右歪歪 左右歪歪 好 這個體力滿了 欸這什麼東西 心智神奇的提升 喔 增加智力啊 沒事 哇一次走九格 真的快 我剛剛是去那個 剛剛是去這裡嗎 不對喔 這是另外一個地方 先去吃風大殿 拿寶藏好了 他是不是說C18男23嘛對不對 C18男23 東18 C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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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嗎 在哪邊 證明到北樓 等一下 再看一下提示 南23 往C18 往南23 南23 等一下 我們用這個來扣好了 南23 現在是29 所以是6 C18 96 6的話應該是在下面 96 6 9 這邊傳5個是不是 真的耶 100萬 這是怎樣 不讓我傳出來了 還在讓我扣血 可惡 可惡 一直讓我存血 好 所以還蠻有趣的 他告訴你說這個座標在哪邊 然後你要用傳送數傳到那個地方去 好 我又回到這個泉水那個地方 因為我的那個血少了 所以我要 我要再補一下血 然後直接去挑戰 下一個迷宮 下一個地下層 用傳送數走路很快 一次走9個 好 直接 直接往人 走9步 咻 再走9步 咻 飛超快 再走9步 好 不用船的 好 在這邊 黑武士要塞 黑武士要塞 這什麼瘋狂矮人 好 影片就到這邊喔 然後要準備睡覺囉 OK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 掰掰